欢迎收看小小林围棋讲座一周新闻第十集 今天我们又要来追一下阿法狗最新的消息了 从这个阿法狗ZERO出来之后 这个阿家晃阿法狗的人肉币 在12月11号的时候发了一篇脸书的文 他说很高兴跟大家宣布阿法狗的教学工具上线了 主要这个教学工具就在这个网站 你其实只要输入网址 不管你是手机电脑都可以直接登录到这个平台上面 然后它里面总共收入了大概6000个 近代为奇史上的开局变化 所以这个城市主要就是在教各位阿法狗的布局是怎么下的 然后里面还有所有的胜率就是下下去这一步其他的胜率的变化 以及呢就是大概有2万多个分支37万个爬面 反正总之你是学都学不完的啦 好那它有投稿到这个自然的这个杂志上面 好那这一次的教学工具哦是使用阿法狗Mester不是Zero 不过呢其实我觉得对人类来说都差不多啦 因为已经真的非常的强了 好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用用看这个城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好那老师呢一开始哦我看到的时候呢还觉得还蛮酷的 好蛮酷的哦每一个点上面呢都有不同的胜率 有没有哦还有天圆对不对好那我们就来试个试着按按看 那闪绿色的点就是阿法狗最推荐的下方 好那我们就随便啦我们先按个星位好了 好那接下来我发现哇那接下来白旗有好多个悬点 那个时候我在看的时候呢一开始有点小傻眼为什么呢 因为我仔细一看发现哎怎么白旗的这个天圆的位置胜率是最高的啊 好那后来呢这个人家底下也有人留言因为大家跟我想的问题是一样的啊 好这个同学他也问他说红博士想请问一下为什么天圆胜率最高啊 好那自在其实没有下天圆啊后来我才发现哦 胜率呢是一直是始终从黑方的角度来显示所以呢表示说什么 表示说如果白旗下天圆的话黑旗的胜率有53% 听懂意思吗好那我们一道带回来发现哎黑旗一开始就是处于劣势的状态 为什么因为贴七木板啊好像对黑旗来说真的负担太重所以呢一开始黑旗胜率最高 大概就是47啊47.146.7左右的变化好好那我们就再继续稍微看一下吧嗯我们就来看个呃比较常出现的变化 比如说小木啊然后错小木地角OK然后呢我们就用这个阿发狗认为好然后接下来挂脚脱碰挡住退然后呢接下来呢阿发狗认为呢 这个时候如果黏的话黑旗只有45%的胜率如果虎口的话黑旗的胜率会变成48%啊那当然我们这个凡夫鼠指呢 是没有办法感受到这个啊这个原因的好那现在呢这个白旗好也有碰的下法啊也有黏的我们就看一下碰好碰是最近比较流行的那前阵子高手们呢也会在这边挡住 不过呢阿发狗是这个板一个然后白旗板进去那接下来你看接下来就没有任何的分支了啊就我们就可以一本道的把它进行完大概走成这样子 然后反打那反打之后呢藏一个这个也是最近呢高手们还蛮常出现的变化然后呢白旗又又有两个支点那绿色的都是阿发狗推荐的所以哪一个应该都还不错 然后走到这里怎么就没有了呢啊因为呢他这个主要是收入只有开局的变化所以呢呃就只有到这里那就结束那大家就要自己去评判说这个棋到底谁好啊到底谁能下 那所以呢这个教学工具呢那时候刚开始哦在准备要释出的时候大家就开始说阿威奇老师一定失业啦阿发狗都出来教了对不对 齁你的大家只要照抄就好啦就下得比职业高手强啦对不对呃我一开始就觉得有点不太可能啦那看完之后我是觉得更不可能啦 因为呢这个开局下完之后咧其实我还是看不太懂到底在干嘛对不对啊他只讲了二十几手那如果是一个初学者的角度来的话来学的话你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下这里他为什么六要挂脚他为什么要拖碰他为什么要挡住没有人跟他讲为什么听懂意思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教学工具哦应该是对职业起手 以及围棋老师来说是非常非常受用的因为我看完这个变化之后我可能可以把我了解的东西怎么样交给学生但是如果是一个初学者去学这个他硬背这个他说阿发狗这样下还是不会赢啦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教学平台哦真的还蛮有趣的那因为这个布局哦真的非常多非常多大家呢哦如果呢有兴趣的话都可以 试试试看太多了哦那其中还有一点还蛮酷的给各位看一下 呃好像有一个哎有一个人他是说 洪博士这个master在第123250局都选了这个点33的局面就这个局面下 好这个局面下呢白棋通常好之前都是下在这个点33 可是为什么呢这次你看连点33这个胜率都没有究竟是为什么 好这也蛮酷的 然后他说这个阿家晃他就说这50盘的自战 是两分钟一步 但是这次的教学工具哦是10分钟一步 所以表示这个教学工具可能比之前master还要强哦因为他之前自战是两分钟一步我们就觉得也是天输了他这次是10分钟然后呢质量会更高下法可能不同但是另外呢阿发狗的思考是有随机性的所以重新跑一遍可能就点33了所以其实这个也更加 他确定就是说围棋老师啊后者是职业棋手不会不会被影响到的因为你不能说这个棋盘上就只有这几个点很棒啦这时候点33难道真的就不行吗就是0%吗因为他这上面有胜率吗难道点33是0%胜率吗那我地角不行吗对不对好我高高一个割分不行吗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然后呢我觉得对我来说真的是很棒很棒的东西虽然 我有很多都看不懂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一位职业棋手胡耀峰还胡岳峰他呢发了一篇文章他说呢解读阿发狗十个开局的判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觉得还没有去的其中最后呢也有颠覆我们人类的定时的下方好他说他就公布了这个石盘他觉得很酷炫的开局瞬间我们来看一下好了比如说到这个局面他故意放这个中间碰来扭断 然后接下来呢这时候换黑棋种那黑棋呢这个时候他竟然是选择了在这边有没有下星位诶我们正常来说不是互相扭断要长一边吗对不对结果咧他竟然选择手把那胡岳峰的表示就是说可能对可能对阿发狗来说已经把里面变化算得差不多了可能觉得也没有办法一拳咒爆他干脆手把为地好了好那再来第二图也是很夸张 第二图是这个定时有没有这个二肩高甲进三三下完之后然后这个棋黑棋百分之三百是要黏住然后白棋跳对不对结果没想到呢这个时候黑棋竟然是下在点三三的位置好这个也是有点夸张而且白棋就继续跟着你好如果是说我我看到对手跟我背定时背到一半下成这样子我一定一秒钟把它断掉好这个也是很难理解 为什么呢好那接下来呢这个定时也是好这个定时呢是小木低挂夹攻三肩低甲然后飞压之后走完然后飞压然后冲冲的时候冲的时候冲的时候感觉也只能挡住啊结果咧他又手把就是很奇怪很莫名的时候他就会给你来个手把所以我觉得真的人类很难去学啦好那接下来这个这个棋就是比较常见了现在高手已经慢慢可以认同了 就是这个定时如果对手是虎一个的话白棋是可以手拔的因为这个碰下去其实不严厉如果黏住的话碰下去比较严厉所以我们刚才讲到黏跟虎可能差3%的这个差距胜率就在这个地方好那再来看一个这个地方是柯杰跟这个阿发购在右下还记不记得人机大战的第二局的时候下出一模一样的 这个地方是阿发购认为双方最佳的变化所以这个柯杰真的很强 好那接下来这个地方呢这个我就觉得还好就是这个二十点进去还蛮厉害的 好那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很常见的就是小木然后托碰然后顶过去雪崩然后黑棋拆一个边然后白棋挂一个飞之后 那这个定时呢其实我在学的时候也是下了很多就是要走在这个位置 白棋要打在这个位置然后黑棋跳白棋碰然后黑 白棋碰黑棋在挖然后走这个下方然后走一大串 但是呢这时候阿发购认为呢应该要打入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这个大家都是要慢慢去讨论一下研究一下 好那接下来这个棋这个棋也很酷啊二肩高甲有没有看 二肩高甲腰刀他下在哪里他给你下在尖这里 哇这个我也是很醉很醉很棒很棒这个我也是看不懂 好那再来呃最后两个图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这个是妖刀钉石嘛对不对我有帮各位摆一下 呃这个妖刀钉石呢一般来说当然是壮啊 好就是板碰来要板板来要长然后长完之后走成这样可是你看他走完之后呢黑棋的胜率已经变成百分之六十了 好也不知道为什么对不对所以这个钉石呢在这个局部下好在这个局部下好把他摆一下 在这个局部下呢他教我们的竟然是顶在这个位置啊这个顶一个我们以前我的老师教我是说这个地方 如果被黑棋走到这个棋型呢好很厚所以是黑棋好好黑棋好不过呢这时候 这个白棋的胜率呢已经满高了好所以呢这就很难说因为我以前老师教我是说小飞的时候腰刀小飞脱碰这样子走成这样才是白好不然原本是黑好好OK那还有一图是 我外面的狗发疯了好黑图是这个这个钉石也很夸张啊这个钉石呢挂脚飞一个走到这里的时候这个钉石我以前教学生当然是要连板嘛 连板上去呢制造一个针指你这边可以连下两步然后呢黑棋通常都会走在这个飞嘛对不对但是怎么样但是这个时候阿爸狗竟然觉得这样子白棋呢很不错 所以这个时候他说他觉得这个黑棋很不错所以他觉得白棋应该要顶一个之后点然后再板完之后再手把这个我也是有点看不太懂啊但是没有关系大家就可以自己研究一下 那如果你呢有发现说有一些特别有趣的变化图呢也可以贴给老师粉丝专页呢或者是底下留言都可以好吧那大家就可以呢一起去尝试 试一下吧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啦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点个喜欢还有订阅哦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